其实呢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 那么进入到2024年之后 是不是谈判将迎来曙光 也是国际社会对于当前欧洲安全 以及全球安全稳定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其实呢我们会看到对于俄乌双方来说 双方在谈判的问题上现在都是骑虎难下 一方面呢在俄罗斯国内 尤其是在2023年 在这个俄罗斯即将的2024年迎来大选的 这种总体的背景之下 俄乌战场取得更多的进展 当然是服务于俄罗斯政府的 直接的这种政治目标的 尤其是近一时期 我们会看到俄军发动攻势 推进战线 是在大选之前 稳固国内选情普京的现实的需要 而另外一方面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面对俄军的攻势 谈对于乌方来说 一方面在国家的立法方面 已经限制了谈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 如果做出妥协 在这种战场 以及未来的这种谈判的走向上 更多的示弱 马上就会影响乌克兰的政权稳定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 谈意味着妥协 都是所谓的不可承受之重 而另外我们会看到 涉及到双方之间进行沟通 如何来营造氛围的问题 很显然西方美国 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 近一时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 特别谈到的是 此前俄乌曾经在谈判的问题上 有所进展 但是恰恰是因为西方 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家 施加了影响 使乌克兰不愿意俄罗斯达成妥协 使出现的这种谈判的窗口期 最终关闭 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当然一方面在谈 乌克兰不愿意做出妥协的原因 在西方的支持之下 仍然在对俄罗斯进行消耗 而另外一方面 确实涉及到谈判的问题 此前从西方的视角来说 进一步的延续俄乌冲突 更多符合自己的需要 俄乌冲突长期化 服务于美国总体的战略目标 所以我们观察2024年 是不是会出现 边打边谈的这种可能性 或者是双方在筋辟力尽的时候 是不是会采取短时停战的方式 来进行修整 寻找谈判的契机 目前来看的 仍然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多的影响因素 都会决定最终俄乌冲突的走向 那么在谈判沟通的条件方面 很显然 现在各方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 没说过